乾肌 皮類肌全部都在秋冬季節找上你 讓上妝等於護膚的保養型粉底 解決一切乾肌的苦悶困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要介紹六款最新 讓乾肌也可以自帶高光的保養型粉底 讓你的肌膚越擦越水越亮 肌膚如果太乾沒有辦法吃妝 其實重點的保養工作 就是把皮膚的保養保濕做好 那有很多彩妝師啊 在幫模特兒或者是藝人上妝之前 他們其實會特別的做一些按摩的動作 或者是濕敷面膜 這樣子就可以讓皮膚比較好吃妝 那如果如果你的臉頰真的非常非常的乾 應該怎麼辦呢 第一個 其實我覺得啊 可以把粉底液最後再上 因為如果你的臉頰非常非常乾的時候啊 其實你可以先在臉頰上面塗一下保濕如意 然後呢 掀上其他部位的底妝 這樣子呢 等到兩頰的很乾的地方 已經被那個保濕如意充分吸飽之後 它的表層非常非常的潤澤 粉底就非常非常好上妝了 第二個啊 就是用指腹上妝 我知道其實很多人啊 可能都喜歡用筆刷呀 或者是用一些美妝蛋 其實我們的手才是很好的上妝工具 因為手指頭啊 它其實是有溫熱的感覺 可以讓你的粉底液比較好吃妝 那我自己啊 是已經習慣如果上完妝之後啊 我會雙手把它搓熱 這樣熱完之後就手指會更有溫度 然後就要按壓我的臉 額頭啊這些 全部都用指腹按壓之後 這樣子你的粉底液跟你的皮膚 非常非常的緊密結合 也比較好吃妝 第三個呢 就是如果你的皮膚很乾 那你就不要再用粉餅或者是蜜粉來定妝了 因為它這個乾粉其實會更容易把你的水分給抓走 反而讓你的皮膚更乾 所以乾肌就不要再用粉狀的定妝產品了 第四個啊 就是挑選比較滋潤型的粉底液 像以前啊 很多彩妝師啊 會覺得如果 藝人或模特兒的皮膚比較乾 它可能會在粉底液加一點點美容油啊 或者是保濕乳液 其實皮膚科醫師比較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不曉得這兩個的成分相不相容 況且你的皮膚在比較乾燥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敏感跟脆弱的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習慣用美妝蛋的話 美妝蛋不是要沾濕之後加粉底液來使用嗎 那你可以把沾濕的那個 maybe是自來水或者是飲用水 改成保濕型的化妝水 讓你的美妝蛋充滿了保濕型的化妝水 這樣子用它來上粉底液 其實皮膚就會非常非常好吃妝了 如果你的皮膚很乾 想要營造一種光澤奶油肌的感覺 我覺得你可以使用這一款 Bobbi Brown最新的一個冬蟲夏草的粉底液 它其實是屬於第二代 它的第一代大概是在2015年上市的 然後這個月它推出了升級版 那其實我喜歡它的升級版 因為它的第一代是用低管的設計 我覺得其實那樣子 低管設計其實並沒有很方便 第二代升級版其實是鴨頭的設計 鴨頭的設計其實它的用量就非常非常的精準 不會過多的浪費 另外它還加了蘋果跟荔枝的精華 可以讓皮膚很水亮很保濕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的質地 你看它的質地沙上去 是一種很有光澤的感覺 擦這個粉底液很像在上乳霜一樣 就是皮膚非常的有光澤 接下來是RMK的粉霜 其實一般乾燥肌膚的人 應該都會喜歡選擇這種粉霜的質地 可是這一瓶RMK的粉霜 它其實打開裡面是滿 有點像果凍那種感覺 就是濕濕的濕濕滑滑的 可以做造一種就是奶油肌 它的這個質地其實也非常的水喔 你看擦上去 其實它真的是滿水的 那其實它裡面也加了一些美容油的成分 很多彩妝師會喜歡就是在粉底裡面加一些保養油嘛 那這一瓶其實不用了 因為它裡面加了五種的保養油 那如果啊你是那種臉上的毛細孔比較粗大 或者是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現象 其實你可以用拍點的方式 這樣子輕輕拍輕輕拍 因為它加了油那個美容油 再加上它的粉質非常非常的細 所以拍點之後啊 它就可以去填補你毛細孔的凹洞 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比較光澤光滑 一般在上粉底的順序啊 是看個人習慣而定沒有所謂的對錯 有人就喜歡從臉頰開始 有的人喜歡從額頭開始 最正確的順序啊 其實就從你的皮膚瑕疵最多的地方開始 因為你一開始上妝的那個量一定是最多的 那你有皮膚有瑕疵的地方 就需要比較多的粉底液去遮蓋 另外啊至於要用到什麼工具 像如果你用手指上妝 你的妝容就會看起來比較自然 如果用粉底液刷來上妝的話 妝容就會比較精緻 如果你想要解決皮類肌的困擾啊 我這邊推薦兩款粉底 第一個啊其實就是迪奧的這個 花蜜圍倒的粉底液 迪奧的花蜜圍倒系列很有名吧 就是那個粉紅色的化妝水 它最近也推出了一個圍倒粉底液 其實圍倒粉底液裡面啊 也有非常多肌膚所需要的微營養素 也是從鋼維拉玫瑰萃取出來的 我自己啊是超喜歡鋼維拉玫瑰的香味 因為就是有一種很療癒的感覺 那它其實這個鋼維拉玫瑰 萃取出來的微營養素啊 就可以幫助你的皮類的肌膚 得到一個很好的舒緩 以及它有很多很高的保濕成分 那另外啊這一款迪套的粉底液 其實有一個秘密的武器 就是它附了一個 每一瓶粉底液 就是它附了一個小小的這個粉底液刷 就是圓圓的非常非常多的毛 毛質非常非常的柔軟 用這個粉底液來上妝啊 其實皮膚就好像在被按摩一樣 這個粉底液啊 其實它也是一種水凝霜的質地 加上這個粉底刷 其實它是建議用畫圓的方式 這樣子幫你上妝 這樣子皮類的肌膚 好像也可以得到一種 很有活力振奮的感覺 這樣子底妝就看起來非常有光澤 有活力感了 另外一款皮類肌 一定要用的 就是這個Make Up For Ever 最新推出來的一個粉底液 它這個粉底液啊 裡面也有非常多的保養成分 像是人參啊 玻尿酸啊 維他命 也是給你肌膚很營養很營養的成分 讓那些皮類肌一擦 就容光煥發 另外啊它其實有搭配一支刷子 叫做貼膚粉底刷 這個是另外要買的啦 可是這支刷子我覺得也很厲害 因為它的刷毛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是有點斜角的設計 它是有點斜面的設計 跟迪奧這個圓弧的設計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它斜角的設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像這個比較尖端的部分啊 它可以沾了粉底液之後 在你一些眼角鼻翼 這些比較細微的地方 它可以做很好的填補 跟均勻的打亮 那另外啊它整個斜面就是大面積的刷 那至於它的質地啊 其實也是那種很柔軟的乳霜質地 你看擦完之後啊 比方說這樣子 擦完之後其實是非常的有光澤感 那如果加了粉底刷 貼膚粉底刷 可以把你的粉底很均勻 上在你的皮膚上面 我覺得這種刷子真的是 比一般斜角那種扁平的粉底液刷更好 就是完全沒有粉痕 它其實推了一個Y128的色號 是專門針對亞洲女生設計的 因為它把一些比較黃跟比較紅的色料 做了一個很好的比例的調整 所以很適合大部分亞洲女性的膚色 像這種保養型的滋潤粉底啊 一瓶大概到兩三千塊 如果你是小資女孩 如何讓這些粉底可以用量最少 可是妝容最美呢 第一個方法很重要 就是你上妝的時候啊 其實只要上臉部的比較偏中間的部位就好了 這樣子你的兩邊其實是你的自然的膚色嘛 中間才是保養型的粉底液 這樣子還可以營造一種自然的修容效果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你每次選擇粉底液的時候啊 色號不需要再選擇自然偏白了 我知道大家都希望選一個自然偏白 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白的粉底液 可是如果你選擇跟你的皮膚一模一樣 顏色的色號 這樣子上妝的時候啊 你只要把粉底液放在有瑕疵的地方 其他沒有瑕疵的地方就輕輕帶過 或者是不上 只要讓你的膚色看起來很均勻 這樣子你的粉底液的用量就會非常非常的省囉 皮膚很乾啊 最怕上完妝之後隨著時間越久皮膚越乾 甚至乾到裂 所以如何使用一個長效保濕的粉底液 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Jojo Armani啊 其實就推出了一個設計師的水感粉底液 它就標榜有一個海藻糖的成分 那其實有沒有看到這個最新的粉底液啊 它的LOGO變成藍色了 原來它在這個粉底液裡面加了一個普魯式的藍光 那什麼是普魯式的藍光呢 就聽說Armani先生他只要在他的時裝袖 時裝袖的那個T台上面 他都會打一種藍光 這個藍光啊 可以讓模特兒在走秀的時候 皮膚看起來更白 就很有仙氣的感覺 所以他把這個色料放在這個粉底液裡面 可以讓皮膚看起來比較白皙 而且很有仙氣感喔 另外一款保濕型的粉底液啊 就是這個Cicely的最新的保養型的粉底 它其實裡面加了一些錦葵啊跟枝子花 這兩個成分啊 其實就像類似海綿的效果一樣 可以一直不斷的吸水 所以讓你的底妝就是擦完之後 就可以長時間的保水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Cicely的粉底液啊 都一直有蠻多的保養功能 那這一瓶呢 它其實是一種呈現一種凝露感的質地 也是滿水的 你看它可以滑下來 表示它其實真的是滿水的 它所要創造的啊 是一種半霧半光的皮膚效果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很適合秋冬的時候 大家來使用 你看他們的瓶蓋上面 是有斑馬紋的設計 因為我之前啊有採訪過Cicely的創辦人夫人 我有去他們家參觀 他們家真的擺了好多動物的藝術品 因為他非常非常喜歡這些動物 所以他們的彩妝品常常會有一些 像是豹紋啊斑馬紋的設計 真的非常的可愛 以上六瓶啊就是我介紹 今年秋冬你一定要試試的滋潤型的保養粉底 你有沒有用過哪一款啊 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喔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週五再見喔 掰掰 動作詞稱 冬作詞